张姑娘 她是我家老爷 你想不去 她还是西乡人的 这家案查室 周姓 生之道 你你 生之道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着令御史周姓为浙江案查室 巡查境内重案要案 狄青官场污浊之气 接召后继扶蜀地 望勤勉进旨 早传佳音 钦此 范大人 生旨到了 快接旨吧 别知不知安查室大人 在此亲自视察奔现 被知真是有言无助 多有冒犯 还帮大人开恩 饶过被知不恭不敬之罪 杭下所贵 可是余杭之县 范自高 是 是 卑职 余杭之县 范自高 贵贱 安查室大人 老县城 及众牙役 你们都起来 这儿没你们什么事 谢大人 谢 书一下 谢 余杭之县 范自高 你可知罪 被知真是有言不知太善 对大人多有得罪 被知愿意受大人的处罚 倾从大人的发落 你说 你已知罪甘愿受罚 甘愿受罚 范自高啊 范自高 明镜高悬 按理说 这是你余杭县衙 不是我浙江安查寺 在此不便谈论宫事 起来吧 被知不甘 叫你起你就起来 但是还有一件事情 这笔交易就是三十大板的事 这件事情我想得有一个了断 老县城 在 你意下如何 这个好说你 自古以来就有规矩了 愿读服输 范大人输了就得挨打 这三十大板嘛 一板都不能烧 你看 大人哪 被知已经知道错了 这板子们您就别 road 请 来呀 在 把门外百姓都给请来 是 诸位父老乡亲 周新升为浙江安查室 第一次到你们渔航境内微服四方 就碰上一桩命案 渔航县 范自高 县场勘察是粗心大意 留有很多的漏洞 周新于是便和知县大人打赌 谁输了 打谁的屁股三十大 经现场复查证实范自高与严重的错误 你们说这三十大百是打还是不打呀 打啊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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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大人 屁股还疼吗 疼 圆圆 来 给我介绍一下你的献狱情况 周大人 这献狱之事原不被大人亲自过问的 又何必捞您的大家呢 这里边关的都是些雕化之民 物赖之辈 用板子一打他们就老实 是吗 那你说一下 这里边关押多少人呢 在下只管替人审案 从来不过问人数 估计有六七十八十左右吧 这到老李到底是关押了多少人 我那里有本册子记得清清楚楚 我去拿来一查就是 反正是进得多粗的少 昨天刚放出去三人 现在老李应该还有 应该还有一百零五个 我就是被你们抓的第一百零八个 范大人 这把年纪了还坐牢 什么罪啊 这个 这是两家的邻履闹纠纷 老头的儿子是个暴脾气 打架 把邻居给打伤了 他自己吓跑了 把老头抓起来 叫他儿子来熟 半年多了 老头快不行了 儿子有罪 老子来熟 范大人 你可真有才华呀 大老爷 我冤枉啊 我真的冤枉啊 不放我出去了 大老爷 青天大老爷 我在那里关着我 连一日饱饭都没吃上 我 我 我这肠子都饿细了 快饿死我了 我没罪 我是被冤枉的 这位大老爷 这位大老爷 我真的不是杀人犯的 我冤枉啊 快放我出去吧 大老爷 我没杀人的大老爷 还演不着 你看这不是 你不是昨天那个 四伯爷先生吗 就是啊 怎么不光把你放出去 还换上好行头 就连知县大人 还有这些县衙的人 都陪你来逛大狱啊 别胡说 这位是浙江安插市周大人 今天是来查狱的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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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大人 大人 我是冤枉的 我只是和邻居吵了几家 就被关了几个月 大人 大人 明朝啊 大人 你过来 范大人 我想知道 这一百多个犯人里面 有几个是重罪的 有几个必须要杀头问斩的 告诉我 有多少 有几个 这个在下 真的没有统计过 我再问你 这里边 有多少是可判可不判 可抓可不抓 总能说个大概吧 范大人 我请你给我说句实话 有几个 大人啊 您有所不知啊 这个渔航县 是一个尺小王八多的地方 就他们这些人 那都是社会的渣渣 人惊鬼怪 貌似忠厚 内藏奸诈 大人 您可千万不能 他们说什么 您就信什么呀 我跟你们这么说吧 只要是我抓进来的人 那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就是你们抓来的 我知道 在你眼里 我也不是好东西了 大人说笑了 您怎么好跟他们比 放肆 老先生 在哪里 你有什么想法 大人 你我之间 这里的人犯 至少有一半以上 是可以放出去的 老先生 你怎么可以这么想话呢 来人哪 将犯人名册 和刑审案宗 都给我拿来 我要坐镇在此 将所有犯人 都一一查过问过 我倒要看一看 渔航县这口池塘 是否真像范大人所说的 究竟有多少乌龟王吧